三年前被入校施暴的精神病患者咬断鼻梁的黄春娥现在尽量不低头 一低头就鼻子痛 今年49岁的黄春娥现在最不能忍受的是感冒 感冒了不能像以前那样醒鼻子 不像以前那样软软的 现在她是硬硬的 也不得 5月26日上午 黄春娥告诉肖香晨报记者 三年前的4月30日 当时在永州市林林区书子铺香水自桥玩小担任生活老师的她为保护一个女生 鼻子被潜入学校施暴的一个精神病患者咬掉 时隔三年 虽然鼻子的伤至今还痛 但她并不后悔 就怕那个小孩受到伤害 黄春娥说 黄春娥的鼻子是2016年4月30日早上被潜入学校施暴的林乡一个耳食水晶 神病患者咬掉的 当时 黄春娥是永州市林林区书子铺香水自桥玩小的生活老师 黄春娥的老家是永州市林林区书子铺香水自桥 1970年出生的她 21岁那年去了杭州的一个造纸作坊打工 和一年后成为她丈夫的安徽人王天龙认识并相恋了 一年后 也即1992年 他们结婚了 结婚后的黄春娥很少回永州了 打工还是在长三角一带 春节放假基本上是和丈夫回的安徽 2012年底 因为母亲年纪大了无人照顾 黄春娥回了老家 2013年春节后 看到水自桥玩小招生活老师 想着不应想究竟照顾母亲 她便应聘当了生活老师 周一到周五 她和玩小的女生住在玩小宿舍楼的三楼 2016年4月30日早上6点左右 刚起床打扫卫生的黄春娥听到一阵哭喊来人了 来人了 她朝声音的方向望过去 发现一个20岁左右 光着下身的男子在追两个女生 小女孩万一有什么事呢 我看到不去不好 黄春娥说 所以当时 她就也跟着追了过去 她把那小孩追到一个屋里面 小女孩害怕得哭了 我就上去拽她 拽不动 被拽得莫勒的男子转身就对黄春娥一阵狂殴 快带孩子出去 这里有我 黄春娥对闻生赶来的守教员虽然应老人喊 眼看着小女孩跑掉了 男子发狂似的连咬了黄春娥的鼻子几口 把黄春娥的鼻子咬断了 仅剩一点皮肉相连 被咬掉鼻子的黄春娥虽然打不过男子 但她终于挣脱了男子 迅速跑了出去 把房门锁了 十多分钟后 接到报警的派出所的警察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把男子带走了 满脸是血的黄春娥也被送到了永州中心医院抢救 黄春娥一低头就鼻子痛 但她不后悔 咬到孩子就一辈子不得心安 到医院后发现 黄春娥的右眼被咬伤 缝了十五针 鼻梁软骨被咬断的鼻子缝合不上 多次手术后只好做了个假鼻 法医鉴定 黄春娥是重伤二级 那个施暴的男子是精神病患者 说起三年前的见义勇为 黄春娥说她并不后悔 她当时也并不害怕 没想到害怕 就怕那个小女孩受到伤害 黄春娥说当时她丈夫知道她被人咬伤后 当即就向打工地方的老板请了假 当天就赶到了永州 我老公也说要是咬到小孩了 以后就不好面对人家 咬到你还好 她还说要是她在现场 她也会上去帮忙 因为考虑到那个男子是精神病患者 且家里经济状况比较差 黄春娥只让对方赔了三万块钱 建议勇为先进个人 湖南好人 中国好人等荣誉先后到来 黄春娥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认为她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 她并没有因为这些荣誉的到来 而向学校和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更多 被咬后到现在 赔偿的三万块钱早就花光了 但黄春娥的鼻子仍没有好 虽然做了假鼻手术 但鼻尖上还是留有一块八 且鼻梁明显有些歪 黄春娥说她被咬后 不敢低头 一低头鼻子就痛 有时候鞋带发了 蹲下去细鞋带都会痛 因为这个原因 她没再工作了 2019年春节 她丈夫让她去上海她打工的地方 说上海有很好的医生 她便随丈夫到了上海 到上海三个多月了 丈夫带黄春娥去看过几次医生 但她鼻子的伤痛仍没得到根治 除了怕有些事情必须低头外 她还很怕感冒鼻色 硬硬的 捏不得 不能醒鼻子的 她一道感冒就特别难受 不过 她还是很庆幸 当时勇敢地追了上去拦住了 那个精神病男子 如果那个小孩子有什么事 我这辈子就不是鼻子经常难受了 我的良心怕事永远都不得安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 请订阅 谢谢